谢谢你们 我希望我不在的时候 看看小燕和小军直播就好了 对 希望你无愧于心的对待小燕 那个321荣荣姐 我希望你不要调拨泥尖了 一会儿给小燕 一会儿给小军发私信 你以为这些他们不会告诉我吗 当着一面背着一面 然后又问我怎么把你提出粉丝群了 你怎么不在粉丝群了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希望不要在背后挑拨泥尖 他们的私信和很多东西 我都能看到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是吉祥三宝 谢谢你们 然后有一些黑子 说说阿姨哥哥姐姐们 因为我有时候发脾气 然后他们就跑去私信小燕和小军 小燕小军 你们可以自己开直播的 干嘛要被打为利用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你们可以自己开拨自己挣钱啊 怎么怎么的 打为都是利用你们 我想问一下 我利用他们什么了 说说阿姨哥哥姐姐们 你在后面挑拨泥尖 难道我利不利用他们 他们自己心里没数吗 你比我们都懂 你是懂哥 然后又转过来 然后去这样跟他们挑拨泥尖了 反过来又跑到我裙 这儿来问我 打为你怎么把我踢出裙了 打为我是支持你的 两面三刀的就不要关注我了呗 你真的好奇怪啊 他不是黑粉 他就是 他不是黑粉 他还是我的粉丝团成员 就我纳闷 我搞不懂 你以为就你聪明 我看不到他们的私信对吗 你再私信一个呗 然后又跑回来问我 为什么把你踢出裙 你配待在我裙里吗 你一边黑我 一边挑拨我们三个之间的关系 然后一边又问我 为什么把你踢出裙 让我把你拉回去 我做不到对不起 然后我再说一遍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我就下播了 谢谢你们关注 我的所有的收入 我们公司所有的进账 所有的钱 全部在小英的卡里面 这是我给他的安全感 小军自己挣的 他自己放在他自己包里面 他现在也开直播 我再慢慢的 一直给他导流量 让大家去关注他 我挣的所有钱 我卖的所有货 产生的利润收入 全在小英那儿 你们可以问他 我问 我问心无愧 我这辈子 所以说不要来道德绑架我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我没有伤害过谁 也不要觉得达尾的性格 为什么这么刚硬 如果达尾不是一个刚硬的人 当有一天别人要了欺负我们 踩在我们头上的时候 没有人站出来 我必须养生这个性格 为我的家人顶上去 我不是格局小 我也不是说什么性格成就未来 我该做事 该尊重别人的时候 我比任何人都能低下头 都谦虚 但是不代表我没有自己的个性 光明磊落 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我是妈妈的 在家我对的亲 我的母亲 我的父母 在我和小英之间 我能做好一个好的老公 好的男朋友 也能做好一个好的女婿 对于小英家里面 做好一个好的妹夫 对于小英来说 作为一个值得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观众的小伙子 大伟 不愧于你们这两三个月 对我的支持 买我们的山货产品 在产品上做好品质 我觉得就够了 今天就是聊一下天没有卖货 因为今天没有去收山货 就没有产品给大家卖 然后很多人也质疑说 哎呦你去一个村子怎么每天 卖那么多山货怎么怎么巴拉巴拉的 叽叽喳喳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是帮助几十个村子的村民 去收这一山货 然后呃有的时候他们会一起拿到我们 在的地方来 有的时候我们上面去收 我们不是在一个村子收了 哇就卖几千上百单 一个村子哪有那么多山货呢 然后我们这些货 都是难道这些货收来 我拿个胶带 胶部口袋 这种袋子装着就发给你吗 我要拿到成都 你哥的仓库他们仓库三层 看到我的扣衣 我去直播一次 我也拍过一次视频 由他的那些呃员工 那些叔叔阿姨来打包 把好的东西挑出来 打包好用牛皮带 最后送到你们手里的时候 是干干净净 结结结白白的 所谓的这些商货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的斗电的评分也挺高的 信用分也挺高的 也是优质的官方电商达人 那是有原因的 因为每一个环节我们要把控好 因为你们对我们的支持 如果我们不能最大的回馈你们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我们做不长久 也做不到 也亏对于你们的支持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然后以后我也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的 我会变得越来越进步 去改变自己的坏习惯 取长补短 然后做一个更加平稳的一个人 我会加油的 今天我去买了一个神卡 但是他还没有到 等明后天叔叔阿姨到了 我就会给大家 呃 嗯 那个 不喜欢你说话的口气 我会慢慢改正的 但是 慢慢变得平和 对 我会把情绪控制好的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姐姐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真的 叔叔阿姨也来了吗 你们真的 没有你们 达尾什么都不是 谢谢你们这么久以来的担当 和责任 哦 不是 呃 呸呸呸 这 谢谢你们这么久以来 对达尾 的支持和不拟不弃 哪怕达尾 呃 这个 臭脾气 你们还是没有嫌弃过我 我要用最好的产品 和最好的歌声来回报你们 二十万点赞了 谢谢 你的老板破产了 房子也卖了 确实 我要说一下 我和二帅哥是好兄弟 然后他也不是我的老板 我们从一开始 他帮助了我很多 私下 我们也在 互相的 经常来往 呃 很多事儿 我觉得没有必要 拿到明面上来说 我就自己消化了 谢谢你们 哈 呃 然后我明天调整好了 给大家唱歌 好不好 谢谢你们 感谢所有的叔叔阿姨的支持 然后 呃 一会儿小军就要直播了 对不对 小军现在在开播吗 小军好像一会儿要直播 你们能不能答应我 就是一会儿去看一下 小军直播好吗 他第一次晚上开直播 他要去挖山货 特别有意思直播内容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不好 你们关注了吗 他叫山里王小军 然后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我给你们说一下 如果你们没有进群的话 这个地方有个黄色的爱心 看到没有 你们点一下这个黄色的爱心 花一毛钱 加一个粉丝团 加了粉丝团过后 去我的主页 点进我的头像 点进主页 去加入我的粉丝群 八群 我们在群里面聊天 好吗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加粉丝群的话 对 你们就 你们就花一毛钱 加一个粉丝团 这个地方 然后加入粉丝团过后 你们就可以去那个 呃 我的 就是主 谢谢维维姐 维维姐 谢谢破费了 谢谢维姐 谢谢维姐 真的每次都支持 大外还有叶子姐 明姐 MAY姐姐 真的谢谢你们 对 小军直播间 还没破过2000人 我们能不能答应一下 就是 叔叔阿姨们 这个地方你们看到了吗 黄色的爱心 加了粉丝团过后 然后你们就点头像 金竹也加粉丝群 一会儿我把小军的直播分享出来 谢谢你们 小军直播老有意思了 真的 新进来的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 她是小燕的哥哥 她等一下要直播去挖山货 对 她马上要开直播了 嗯 谢谢啊 谢谢你们加入粉丝群 下次打会给你们发红包 好 谢谢我小柔姐 谢谢小妮奶奶姐姐 谢谢高姐 谢谢娟娟姐 谢谢快乐 谢谢如云姐姐 好的伊洛姐 我会的 谢谢您 嗯 好 我会 呃 好 然后你们看一下 就小军有没有开直播啊 现在 加入了对吗 现在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开播 我看一下啊 好像没有啊 嗯 山里娃小军 对 你们去搜索 关注一下 山里娃小军 打在公屏 给小燕炸脑粉 我当然会啊 放心 还没开吗 她一会儿马上就开播了 叫山里娃小军 老有意思了 我跟你们讲 晚上打在店 去收山货 说说阿姨哥哥姐姐们 山里娃小军 对 小军还没有开吗 有些人总的来说 你等他们说 等会儿阿姨 没关系 说就说嘛 人红是非多 说明咱受到大家的关注嘛 对不对 一会儿 上货 今天就不上了 呗 今天粉丝怎么那么少 没事儿 今天就两个天 本来也不开直播的 本来今天 嗯 谢谢你们 你们如果没有加粉丝团的 叔叔阿姨们 这个地方哈 花一毛钱 这个黄色的爱心 然后加入粉丝团了过后 可以进主要的粉丝群 好 有不好的 就当没看见 知道了燕子阿姨 谢谢彭昌芬阿姨 送来的墨镜 比心 比心 今天你看也习惯了 谢谢 谢谢 那我高低的来唱一首歌呀 这样子我唱歌吧 叔叔阿姨哥哥姐妈 这样你们都想听 点歌吧 点张学友牛德华 呃 这些张国荣比较老的歌 你们可以点一些 再老我就不会唱了 牛尼 牛尼 帮我拿杯水可以吗 谢谢 帮我点点赞呗 上上人机票 谢谢 我就给大家唱一下吧 一会儿 再唱 小君多久开播 然后差不多 你问一下 我可以 给他甩甩人杀的那种 只想一声跟你走吗 还有什么歌呢 呃 小燕 天忆 大家有会唱粤语吗 我会唱 呃 吃爱的爱 我不太会 唱给小燕听啊 有一个 美丽的小女孩 她的名字 叫做小燕 她有双 温柔的眼睛 有一个 她有双 她有双 叫做小燕 請 咱 叫我 她的鱼 叫做小燕 叫做小燕 叫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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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小燕